2018年那月28 住村警察刘在辉将村里的工作收尾后 又拿着大喇叭在村里游走 把防范火灾的注意事项又宣传了一遍 就怕过年不安生 可事事就是这么奇妙 总是怕什么来什么 2018年那月28晚上睡到半夜 湖南省邵阳市的住村民警刘在辉 接到派出所民警张伟明的电话 说县城一家烟花店发生爆炸 店主是他所住村庄的村民 要他赶快去一趟 出事地点在城东 离他住的小区隔了半个县城 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 冬夜的冷风俯过肌肤 刘在辉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裹紧羽绒服 骑上了摩托就往城东奔去 赶到时消防队已将大火扑灭 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烟花 燃烧的气味和灰尘味 破烂的墙面水珠滴答 伴着消防车和救护车离去的乌夜声 给人一种深深的苍凉和无助感 在警车车灯强光的照耀下 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一个女人披头散发 坐在尸体旁哭号 张伟明跟刘在辉说了火灾的大致情况 晚上11点多 这家烟花店里突发火灾 大火引发烟花爆炸 店老板王双喜被当场炸死 巨大的冲击力把天花板炸他 楼上一个正在睡觉的女人 也被无辜炸死 好在临近年关 左右的店铺都关门回家过年了 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王双喜的妻子刘晓云 瘫坐在废墟中 声嘶力竭地哭嚎着 他带着哭腔回忆说 当时已经很晚 店里没有顾客 夫妻俩准备关门回家 平时他有个习惯 回家前要上厕所 店里没有卫生间 要去50米外的公厕 跟往常一样 他趁王双喜收摊的时候去了厕所 谁知就这么点功夫 他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跑出来一看 店铺就成了火海 张伟明问他 王双喜平时抽烟吗 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 刘晓云吸着鼻子 说他是老烟民了 由于职业关系 平时抽烟都会走到店外才点火 这时 刘晓云又想了想 猛地爬起来 咬牙切齿地说 我看八成 是李春成那王八蛋搞的鬼 他前两天还说 要搞死我老公 我们的店在路口 位置好 东西又卖得便宜 生意自然要好些 李春成责怪 我们打价格战让他没饭吃 刘在辉和张伟明对视一眼 环顾四周 看到了路口的摄像头 是不是李春成 去交警队一查就知道了 张伟明叫来一位民警 连夜去交警队调监控 他们继续在现场助手 因为爆炸威力太大 殃及了楼上 楼上死者的老公正在现场要求赔偿 张伟明耐心地安慰着这个悲伤过度的男人 同时询问着那边的情况 男人说他叫宋明 在附近的化工厂上班 租住在烟花店楼上好几年了 死去的老婆李倩在外地打工 那月28才赶回来陪他过年 当晚几个朋友叫宋明去打牌 李倩因为长途晕车 头还有点不舒服 就早早睡了没跟着去 没想到 回来过个年人就死了 叫我怎么跟他娘家人交代啊 这个一米八的男人蹲在路边 双手抱头埋在膝带上 肩膀微微耸动 天空渐渐泛白 周围慢慢光亮起来 刘再辉和张伟明 带人把爆炸现场周边 仔细检查了一遍 除了在离店铺30米远处 找到一个烧壶的手机残骸外 一无所获 不一会儿 查监控的民警回来报告 说前一晚李春成 在路口鬼鬼祟祟张望过 并没有靠近王双喜的烟花店 后来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张伟明把李春成叫到局里问话 刘再辉把那个烧壶的手机送去做检测 李春成咬死没害王双喜 他跳起来叫道 我也是卖烟花爆竹的 能不知道这东西起火的威力吗 疯了才会去放火呢 再说炒归炒 我还没蠢到 这要搞死他的地步呀 张伟明问他在路口看什么 后来去了哪里 有没有人证明 李春成闹闹头 戚戚爱爱爱半天 最后哽着脖子说自己一个人 在家睡觉 看他眼神躲闪的样子 张伟明说 在家睡觉是吧 那我给你老婆打个电话问一问 就好了 李春成本能的一缩 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恳求说 好吧 我都告诉你们 不过你们不能跟我老婆说 要不我就完蛋了 李春成说 自从和王双喜打架后 他家的生意更差了 腊月28那天也早早关了门 他路过王双喜的店 见店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更加气愤 就在他火大时 他经常去光顾的按摩女肖某 给他打电话 说第二天要回去过年了 可能要出了正月才回来 要他去玩一玩 于是李春成就去找肖某拜火去了 玩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家 谎称和别人在一起打牌 还挨了老婆一顿臭骂 李春成哭丧着脸说 不信你们打电话问肖某 只要不让我老婆知道 怎么查都行 说着滑开手机递给张伟民 通话记录显示 落月28 20点13分 他的手机有一次和肖某的通话 时长1分38秒 张伟民给肖某打了电话 确认李春成没说谎 排除了李春成的嫌疑 监控显示 出示前刘晓云出去后 并没有外人进入烟花店 宋宁的朋友也证实 他当晚和他们一起在打牌 出了这么大事故 难道真的只是王双喜抽烟出的意外吗 就在警方怀疑之际 手机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这是一款老人机 因为爆毁严重 除了查出手机品牌与型号 没有任何其他线索 通过讯问 有小人说 他和王双喜用的都是苹果机 宋明说 他和李倩都用的华为 问来问去 谁也不知道这部手机的来头 那么 这个手机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再火灾现场 既然没有外人进入 这手机是不是可以假设是王双喜店里的 或者是宋明的家里 炸飞出来的呢 因为手机号码都是实名登记 警方立即调查 刘晓云和宋明明夏的手机号 发现刘晓云只有一个号码 就是他正在用的那个 刘在辉无意间却发现 宋明有两个手机号 现在用的这一个 恰巧在事发当晚11点多 给另一号码打过电话 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 刘在辉自己的手机找不到时 也常用工作手机拨打 打日常手机 并寻着铃声去找 转眼到了除夕 单位和门店都休业了 案件陷入僵局 一切 只有找到手机的主人 才能明朗 终于熬到初八正式上班 大部分店铺都开门营业 刘在辉迫不及待 去县城的手机店走访 果然在一家不起眼的小营业厅 找到了同款手机 在智能机全球普及的年代 这款手机购买的人不太多 从一堆票据存根中 刘在辉很快找到了一张 12月10日购买这款老人机的记录 可时间过了这么久 谁也不记得是谁买的了 找不到购买人 这一趟就算白跑了 刘在辉心念一动 总感觉宋明有两部手机很奇怪 电光火时间 他记起他的两个号码 请营业员帮忙查询 那两个号码的办卡情况 果然查到 他在12月10日办了张星卡 刘在辉马上调取监控 在监控里找到了宋明的身影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 监控清晰地拍到他购买手机后 在办卡的经过 他一个年轻男人 买老人机干什么呢 而且为什么这么巧 会在案发时正好通话呢 根据线索 警方立即传唤宋明 与此同时 刘在辉借口上门拜年 再次走访刘晓云 闲聊了几句后 刘在辉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那个烧焦的手机可能是宋明的 问他们夫妻跟宋明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过节 刘晓云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 眼中闪过惊恐之色 刘在辉感觉 他应该知道些什么情况 故作严肃地说 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一个烧焦的手机 也能查出很多东西 这不 宋明已经传唤 相信要不了多久 真相就能大白了 听到这里 刘晓云脸色大变 身子向寒风中的树叶颤抖着 刘在辉知道刚才的话对刘晓云起了作用 决定从他这儿开始突破 在他的寻寻又倒下 刘晓云再也忍不住 交代了一切 刘晓云说 王双喜前几年出了一次车祸 性功能出了问题 只是为了面子 两人一直瞒着 没有声张 宋明柱到烟花店楼上不久 老婆不在身边 十分寂寞 两人很快对上了眼 成了情人 只终究抱不住火 王双喜察觉异常后 跟他提出离婚 还要他近身出户 不过因为面子 王双喜只是发了发狠话 发泄了一痛 逼着刘晓云近身出户 并没有把事情闹得太张扬 刘晓云既怕丢面子 又怕近身出户得不到钱 就和宋明商量怎么办 宋明安慰他 让他先哄着王双喜 过段时间一定给他的交代 直到外月28上午 宋明悄悄给了刘晓云 一包红色粉末和一部手机 要他趁王双喜不注意 把药粉撒在靠出口的角落里 再把手机放在上面 宋明一再叮嘱他 要他在收工去上厕所时 给自己发个信息 刘晓云因为担心事情败露 也害怕自己近身出户 特别是宋明跟他保证 等神不知鬼不觉 解决了这件事后 就带他离开 于是他鬼迷心窍 听从了宋明的安排 当天晚上 王双喜出去抽烟时 刘晓云偷偷把药粉 撒在门边的角落里 把手机也放了上去 为了不让外人发现 他还特意把几个大烟花 侧身放在一起 把手机隐藏在中间 直到他在公厕 听到一声巨响 感觉墙壁都有所晃动 才知道出大事了 王双喜和李倩被炸死后 宋明要刘晓云 再给他三十万 可刘晓云实在拿不出钱来 宋明恼羞成怒 威胁说再不给钱 就要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晓云想到 王双喜的死 知道自己斗不过宋明 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听说宋明被带走 既怕他有事会牵连自己 又怕万一没事放出来 他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他权衡再三 求生欲战胜了一切 决定投案 自首权盘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根据刘晓云的供述 警方立即突审宋明 有了刘晓云的指证 宋明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他不得不交代了犯罪经过 宋明在供述中说 自己和刘晓云的交往中 刘晓云一直舍得给他花钱 让自己以为他是个大富婆 竟然生出了 让刘晓云包养自己的念头 当刘晓云向他求助 特别是说王双喜要搞臭他时 他就有了 趁着事情还没败露 干脆弄死王双喜的想法 为了这个完美的犯罪计划 在化工厂上班的宋明煞费苦心 他先利用工作之便偷拿 三流化2T 红林和氧化剂回家 又特意去买了一部 振动力度强的老人手机机 红林等化工品 就是制造火柴的原料 宋明借助手机振动摩擦生热 使其燃烧 引起明火的原理 点燃了堆放的烟花 宋明收到刘晓云的信息后 拨打手机 让手机震动 引起红林起火 将旁边的烟花引线点燃 产生爆炸 由于起火点在门口 王双喜来不及逃跑 堵在店里 活活被炸死 可他没有想到 烟花爆炸威力这么大 把在楼上睡觉的李倩 也炸死了 本以为 天衣无缝的计谋 可千算万算 宋明万万没想到 手机在爆炸中 被炸飞出去 警察就此 从手机中查到线索 把怀疑的目光 锁定在他身上 更没想到 刘晓云会投案自首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场设计巧妙的杀人案 不足半个月的时间 就得以告破 2019年3月16日 经法院审理 被告人宋明犯故意杀人罪和纵火罪 情节严重 恕罪并罚 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晓云犯过失杀人罪 应有自首情节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